白茫茫的一片 许多人听到消息 也纷纷上山 加上相关单位的管制 车流一度回堵到了一公里 不过依旧无法熄灭 追雪民众的热情 警局也在七点管制 要求民众在车轮上 加装雪链才能够上山 大人小孩进到雪地 好开心堆起雪人拍照做纪念 今天上来的感觉 一开始还怕没有雪 后来有看到有人 有团友上来就觉得很高兴 真超兴奋的 它是小小的细雪而已 不是不是没有大 一下子小一下 不过初一整体的气温 还是渐渐回升 所以从下雪变成了下雨 加上山区路面结冰 有许多车辆就算有家装雪链 还是打滑失控 没有四人传动的车子都会打滑 我们早上目前已经排除 大约失量了 警方统计超过十辆以上的车子 失控打滑撞山病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上山追雪 看美景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另外在初三也有一波封面会报道 民众要记得多添衣物 注意保暖 TVBN新闻陈家国亮凡英南投采访报道 祝福大家2022做每件事都向母府出闸 一出手成功就到手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面临所有挑战 都能有母府的气势 事事顺利 2022跟我一起伸出狐爪 制法世界